没梦还没在最终的时候 可是 理论上说你有这种小孩 外面看你都会觉得你是好妈妈 可是你在其中 其实你不大会清楚 这样做是不是对小孩是好 是不是真的是好妈妈 你要帮忙吗 好 来 要吗 他其实是那种很敏感的小孩 一讲他不好他马上感受到 你在爱睡吗 不要吵了 不要吵 不要吵 你看 不要吵 好 不要讲话 你很凶 我没有讲你啊 因为他因为外观上的关系 所以人家不会觉得他有什么问题 可是他就无形中惹了很多麻烦 去拉扯人家 那人家当然就会有反应 我都常常要在他的后面去擦屁股 去跟人家对不起 也是会打他 也是会打他 其实你也知道打他没用 可是你那个就是没有一个出口的时候 你就是会这样 你吃你喜欢的 你吃你喜欢的 不喜欢你就不要夹就好了 对不对 对 不要顺便 大概民国88年吧 也不知道第几期 应该有第二吧 离来那个时候 在心里我会觉得很苦 就是说 我自己身体怎么会这样 我真的没有心思 就是说啊 宜珍以后要怎么办 可是真的是等到我先生走了 我才会 开始很积极的去思考 宜珍这个问题 就说我如果不训练他 等到你走了的话 你更没机会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 我是觉得有改善很多 而且 就觉得自己 变比较踏实 没有那么不安 我这很重耶 可是做这很好玩耶 以前我虽然花很多心力在他身上 可是他都不让我碰 后来会发现 或许我的方法不对 我很少去拥抱他吧 他可能没有感受到 所以让他小孩子 真的需要老抱 我们因为一生 我们其实自己也成长非常多 就是你看的点 不会再那么局限 你就会看比较远 人生就不过是这样 你就快乐的活 高兴得过 高兴得过 所以 还不错啊 这种小孩应该说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